大家好,我是哥哥别老,底哥 这个如意金箍棒,大家很多人都见过了 拿过很多次啊 虽然破一点,烂一点 也只是用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的一个作用 大家可能知道一般拿杆子,我们就是要测水深了 为什么呢?因为 我很多过友啊,还是不太理解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个苗子潜水啊 成体要生水啊,包括像草龟 我们这边俗称就是水龟 它本身就是在水里面生活 自然就是在水里面生活的 我们就是俗称就是水龟 土花就叫水龟 所以说 那个水龟到底是水多生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参考 就是说在自然环境条件下 比如说我们大家去的一些自然的湖泊啊 是不是啊 自然的一些这样一些糖啊 这样一些 实际上这些地方的水深大概是多生 这就是草龟以外自然生活的一个水深 其实我们这个养水龟的这个糖的水深 其实是差不多的啊 嗯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里还有 还有小龟 这个卡在十个凤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到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个四十五 会有个四十五厘米左右的一个水深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这个炒龟糖的水深 嗯 夏天可能都会到五十甚至于五十多都可以 因为这个我们不用担心 因为这边是大龟都是成体 然后还有一些压秤 一般我们会看 就是说差不多这么大的话 那种水深都是受得了的 嗯 那环境比较大 夏天我们会丢起这些木板里面 然后全部都可以爬到这个赛台呀 木板呢 这上面来休息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平时跟大家说的注意的是什么呢 是苗子 小苗子的话 我们还是用的那个浅水 因为苗子它的水性会差一点 体质会弱一点 如果你是裸钢的话 容易让那个小苗子啊 它那个体力透支 它找不到位置休息 不停的游或者说什么样子 然后害怕 持续的害怕 导致这个精神市场 我们就是简单的 我们普话就叫精神市场 实际上可能是因为过于紧张 那个身上腺素分泌过多啊 大家一些科学的一些说法 可能还有另外的说法 我们就是说 神经市场就是它 持续的消耗嘛 持续的准胀嘛 你会出问题啊 大概那个水生的情况 大概大家就可以这样去去参考 也不要纠结于到底多少 多生多少 然后呃 根据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况 去做一些调节啊 特别是养苗子 生那么一点点也没关系 但是水下结构要做的简单 合理容易上岸 容易换气 容易消息 这样才是一个最舒服的环境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欢迎跟我们点赞关注 请跟我们私信 或者留言 感谢大家的一个지가 今天还是有口罪的 明确